外头虽然下着大雨 还是不见民众捐血热情 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 在二姓总社前举办捐血活动 这是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 庆祝20周年庆的系列活动之一 每一年都有关系 来关两遍 目前为止已经有关十四遍 十四遍的会量有四千一百个 要是这十一万一千一百cc 各位朋友你的一地血捐出去 社会就会平安活血 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安活热力的社会 因为秋冬这个时候 血库缺血很严重 希望民众踊跃坚血 我参加好人好事运动协会 大约差不多四年左右 那我几次参加坚血活动 都有参加 但是今年特别的是 因为今天下了大雨 但是我们人来有许多 我们那个运动协会的这些会员 大家都非常踊跃 而且我们的民众也非常踊跃 第三处人员也特别到场 宣导房屋土地买卖实价登陆 请各位基隆市的市民 那你们买卖房子的时候 就是登记完近三十天内 一定要实价登陆 那不然会有划环 划环是超过的话 是一次是三十万 那在没有一线改期的话 就是六万 六万 九万 十二万 一直累加上去 二姓总社前的军血活动 时间一直到下午四点半 募集民众热血 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 则以黄金米感谢每一位捐血人 记者郑均云采访报道